海鸡 西瓜 海鸡 水 用水 沖沖沖沖 沖沖沖沖沖沖 西瓜 水 大约4公升 先煮沸 水沸起 把海芯放入 全部放入 这里有9枝海芯 煮15分钟 煮了15分钟的海芯 尺寸没有变化 不要理会 由它一直浸在 浸到水冷了 可以换几个冷水再浸 这里是 已经浸了24小时的海芯 可以用手摸一下海芯 到底有多软 现在已经很软 这个位置已经烫开了 其实里面有很多 腸和材料 有些沙 这只还硬 这只有一点硬 我们去查一下 这只 刚才拿了一只海芯 出来用水洗干净了 这里出了很多沙 墙 基本上 现在 洗干净了 有时里面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还有一些沙床 其实我们要洗干净 这些一粒粒 像小脚的地方 凹了在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支 这样的牙刷 把它拆干净 这里有些海芯肚 有类似 有些腸 另外有些沙 我们也要把这些 在海芯还有少少硬 洗干净 这样在吃的时候 就不用吃到沙了 好了 这一边的水已经沸了 现在 不理会 把它丢掉 全部丢掉 全部丢掉 和昨天的 尺寸的 比较 已经很不同 昨天 等于 差不多是这里的 五分三那么长 好 现在 就等水滚 也差不多 又是滚了 大概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 等它滚透了 就可以盖住 一直盖住 烤到翌日又可以 如果你说我怕 那些水放到明天 好像又不太新鲜 可以 途中 你可以换一下水也可以 这里就等它水滚 也等它开始再淋身一点 就让它里面的黄色层衣 撕得脱 基本上都差不多 看看 它们还在滚 滚的时候 水已经开始变色 不要紧 它是这样的 过两天 水就会更清 好一点 现在大概过了六个小时 将这些 已经变黄色的水 可以倒进去 这样换一些新的清水 也可以 不用再煮 也可以发出 倒入少量水 可以看一看 里面 还没有些肠 现在其实已经很软 很软 很软 如果是之前 撕得不够干净 现在 趁它软了一点 也可以把肠 再撕干净一点 还有这些肠 之类的东西 可以把它撕掉 把它撕掉 把它撕掉 好 倒入少量水 后 再放入少量水 再放入少量水 顺便洗一下 沙 始终里面 还有一些沙粒 很幼小的沙粒 洗净 好 其实倒入少量水 底下还有一些沙粒 所以不理它 洗了两次 现在开水 就这样浸 浸到明天 现在是晚上 浸过夜 明天 明天早上起床 再洗一洗 这里是浸了第三天的海芯 明显已经发大了很多 换多一次清水 再浸8-10个小时 海芯换了水 再把里面的空气捻出来 水 把里面浸在水 然后不需要浮起来 可以浸在水里面 好 这里 然后 盖上盖子 等它继续浸 浸多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里 的海芯 已经浸了第三天 已经浸了三天 已经浸了三天 現在大家都會看到海參發度很大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先捏一下 看看軟硬度 如果太硬的話也可以再浸一下 我覺得這個軟度剛剛好 因為到時要炆或煮都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太軟的話 炆起來就會變爛了 軟一點可以用來炒也可以 怎樣儲存它呢 用保鮮袋 每一條都用一個保鮮袋 可以放少許水 或者在裡面還有少許水 放少許水 就把它包好 放進急凍裡 冰箱 冰箱 冰住它 如果拿來吃的時候 就拿出來 不用解凍了 直接放進一鍋熱水 滾它一會 它就會融化了一些冰 就軟了 拿出來切回它 或者甚至乎拿出來的時候 不用解凍 直接用刀去切它 其實也可以切得到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不妨試一下 浸了一些海參 自己浸 自己煮 自己煮 自己拿來炆或炒 做一個餅 做一個餅 這裡就用些袋包好海參 現在包成這樣 打個裂 就可以放進冰箱裡 需要吃的時候 就拿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放進去 放進去 那些包裝 就拿來炆 就拿來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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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